台北秀船医院的大陆来台 健檢预约确认单上 两名中国女性旅客早在五年多前 就透过医美健檢的名义来台 而且台湾的联络人 还是已婚的民进党立委 赵天玲的特助陈建宏 动用到立委亲信当担保人 因为其中这位姓张的中国籍女子 和赵天玲普出婚外恋娶 两名中国籍女子 留的联络电话也没有接听 似乎已经知道消息曝光 其实中国人士来台湾 除了旅居外地的 要有十万元基本存款 还要年收有五十万元 一次不超过十五天 另外核准中国当地人 以社会专业商务医疗交流 和专案许可也能申请到台湾 台北秀船医院八年前 就向台北市卫生局报请 合备国际化计划 最便宜的建检项目一万五千元 有符合卫福部规定的最低标准 但实际上却涉嫌和旅行社勾结 制作账面金流 做布什的医疗收据 取得入台许可证 再退一收费用 借此招揽有需求的中国籍人士 包装成建检医美 每个人收五千元到一万三千元 不等布什申请的 就将近七万件 护航六万两千多名中国人士来台 被依偽造文书罪起诉 秀船其实不是我们秀船 要要体系管理的 它只是挂我们的名字 他们总是拿这种来的兴趣 移民署统计截至今年七月份 用医美鉴检名义来台湾的中国人 与其停留的就有一百多人 似乎已经运作 许久是不能说的秘密 华视新闻黄佩华李红杰 台北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